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魔物獵人方野》 推出了2分56秒的宣傳片 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看到 跟大家看看 一開始看到沙漠裡有一架船 這架很棒 然後看到這麼多人物 第一個看到這個人物叫傑瑪 他是調查隊的工匠 即是負責我們生產武器和加工的武器防具 都是找他 而且我覺得這個角色做得蠻漂亮的 沒有上次MHW的看板娘那樣的壞樣 另外大家看到這個叫阿爾瑪 負責我們的看板娘 管理我們的任務 讓我們去接任等等 類似是MHW的 大家所稱為的八婆的位置 沒錯 接下來還有一個謎之少年 我們看到這個謎之少年 這個謎之少年叫拿塔 我想這個神秘少年應該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對了 不過當然現在還未說 接著就介紹一下生態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生態 裡面有一些叫雷甲龍的草食種的動物 你看到也是很優良的 不會突然攻擊你 還有一些叫盾特龍的 對了 接著就有一隻魔物 對了 這個荒野的魔物應該叫匹獸 牙獸種 對了 特點就是有很強硬的身體 應該是很難打得進去的 這個行動範圍 會是比較大範圍 攻擊性也是強的 有時候還會成群結隊 可能一次過有很多隻 這樣衝過來 你看到那個宣傳片裡面 也看到很多隻 接著大家應該看到我們騎著這隻雀 對了 這隻雀也有稱號 即稱呼 這隻雀官方網已經推出了 叫做露鷹龍 對了 這隻露鷹龍被騎著去到目的地 也可以根據氣味 去一個特定的地點 不知道能否邊騎邊打 暫時看到只是騎著 另外我們也會看到很多環境系統 你看到那些魔物會下落月 然後被流沙吸走 這些應該是一些新的系統 我們繼續看下去 會多了很多不同的動作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大劍 對了 接著這隻又是一隻新的魔物 這隻新的魔物叫做錢蛙 這隻是兩棲種的魔物 用一些口水 他將礦石附在前腿上增強力量 這些特性 所以稱為錢蛙 大家如果想看詳細資料 可以去到官方網 因為官方網有所有片段看到的資料 另外有一些新的動作 大家現在看到大劍的前衝 或者是一些特別的動作 這些動作是集中的 這是新玩法 沒錯 以前沒有的 這個叫做集中模式 我們可以瞄準 以及攻擊魔物的要害 會衍生更多的年紀等等 又或者是造成較大的傷害 如果我們玩一些遠距離武器 是會令我們更容易瞄準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 一發炮 動作方面 大劍大家也看到是多了很多 官方也公佈了一些 我們平常玩的14種武器 包括大劍、太刀、單手劍、雙劍、大鎚 還有這個狩獵、長槍、衝槍、斬撃虎… 充能虎、禍叢棍、興疱狂、重炎、�獎… 攻 就是MHW 有的武器 他有的武器 大致上是會看到這樣的 遊戲中 還可以看到一個名為 頭石器 我們可以射過去 去採閘一些素材 又或是拿出環境的機關 開動機關等等 這應該是新的玩法 因為之前《魔物獵人世界》 只能飛上去魔物 這次投射器還可以獲取物品 這個投射器還可以幫我們採集資源 也不錯 除了歐索投射器外 亦會有投射器 投射器是MHW也有的 我們可以射一些石頭 或果實檔 像子彈般射出去 其實投射器是MHW本身有的功能 但MHW也帶來MHW 荒野 也帶來MHW 但投射器可以採集物資 也是第一次 希望這新系統更好玩 這次我們的艾怒貓 懂得人類語言 即是艾怒貓會說話 會跟我們聊天 所以艾怒貓會令我們有養貓的沉浸感的體驗 不 因為我們養貓的貓是不會說話的 總之令大家更開心 然後在調查的地方 有一個封禁之地 我們要去考察 這地方也是一個沙原 大家也看到 就是現在這個地方 暫時看到影片和官方網 只是開放了我們看到的一個地圖 相信我們在之後測試 也可以玩這個地圖 以及先打這兩隻怪 這隻錢蛙和匹獸 我們應該在測試中便可以玩到 以及在這遊戲中 這個世界的氣候會不斷轉變 為了適應這個環境 有各種不同的生態出現 即是有沙塵波 又有些電劈下來 大致上官方網說的東西 在宣傳片中 我們都可以看到 當然大家如果想更清楚 可以自己上官方網 現在就開放了給大家看更多的東西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令大家初步了解 在這個遊戲中有什麼內容 這遊戲在2025年 就會正式推出 希望它不要延遲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訂閱 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